你是不是聽過老人在催修 以前的遊戲多用性多經典 不是現在抽抽掛之中的手有可以比的 雖然先反駁他 但偏偏又死無對症 這感覺好討厭 正巧雪咒之城再度更新 他提供的就是古早的經典模式 現在就來揭露老人神作的整面目 大家可以看到這僵硬的走路模樣 天啊現實生活中有誰是這樣行動的 看起來不自然 操控起來更不舒服 做什麼都慢了一拍 攻擊範圍比目測的還小 行動過後角色又會卡卡的 短時間按什麼都沒有反應 因此你無法靠存反應來過關 看到了再打敵人出現在斬就會來不及 我明明就要按明明就要打 為什麼還是中招 失敗時不只挫折還會十分生氣 這是什麼你要設計整人啊 因為操作上的變靈 這遊戲想順利過關就要被留著 記住什麼地方出現什麼敵人如何去應對 任何一個步驟都不能亂掉 否則不是被圍死就是被擊退摔死 而玩家有智慧設計者也很陰險 既然我們可以靠著經驗來對應敵人 他就故意做出沒看過你就打不過的機關 第一次遇見肯定會被陷害死掉 這就是所謂的初見殺 呵呵這樣你就來不及被留成了吧 而手感這東西是越練越爽 再強的魔王被捉到模式也是小拆一點 他就故意把重生地點設得超級遠 你過了就得再走十萬八千里 好不容易回到剛剛輸掉的地方 也差不多忘記怎麼打了 這種遊戲製作理念我們稱為惡意 就是想盡辦法讓你過不了關 以及忘記這是一項娛樂 目的是帶給大家幸福與成就 成神之日會被罵的這麼慘 就是編劇陶醉於自己的理念之中 給你充分的痛苦卻沒相對應的感動 所以學舟之城的經典武士 難是真的難 但過了之後卻是滿滿的空虛 付出跟回報實在差太多了 既然這遊戲設計的這麼變態 那玩家還何苦要折磨自己呢? 因為以前的人沒得選啊 遊戲不只少又貴 買回來就是要玩到回本 再難也要硬著頭皮衝到破 讀書跟遊戲兩個選一個 那我還是玩遊戲好了 而且以前打電動真的要投機木狗 爸媽看到你就會叫你去做家事 總之給我放下手上的好空氣 與其說是遊戲本身好玩 那種叛逆最後感才是真正的趣味之處 只是回憶太容易被美化 經過幾十年後 痛苦的部分光光光 一點點的好玩被無限放大 我跟你講以前的遊戲多經典 拿個鞭子甩來甩去 好刺激好爽快唷 但其實都是假的 證據就是這片學舟之城 最愛吹噓過去輝煌的老玩家們 輕鬆從底打開遊戲要重溫舊夢 啊玩著玩著 就開始馬上話了